关了中天之后 其实很多效应慢慢开始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 你知道吗 周玉寇这2017年 真的是还我们一个清白啊 无依据指控 当时候呢 旺中集团董事长蔡衍明 她说呢 她是中共的传声筒 周玉寇还有发道歉文哦 当时呢 就有签了一个道歉的合约 结果没想到呢 她当时候说 不再对旺中发言啊 攻击性啊 恶意的言论啊 没想到她之后在节目 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继续讲加码再讲 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 说中天在台湾就是红色媒体 中天背后就是共产党 各位真相只有一个 从2017年 你们一起跟我们到现在 从电视台到YouTube频道 你们一定最相信 你们一定最看清楚 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 恶意攻击蔡衍明 在我们提告之后呢 今天法院判了我们清白 周玉寇要赔蔡衍明80万 要赔中天200万 恶意姐 真的是 你知道吗 我们的损失哦 虽然说还我们清白 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 关了一个中天 你知道我们损失了50亿啊 对没有错 周玉寇这种事情 被法院认证的 就是说谎 造谣 抹黑 已经不是第一件了 然后我觉得每一件事上 都非常恶劣 就是反正我觉得一张嘴 长在他的这个身上 脸上 对脸上 他就是可以随便的血口喷人 然后每一次都被法院认证 我刚刚就在想就说 我刚刚确定一下 没有错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他不是就在痛骂 那个严宽恒吗 后来很多媒体 就把当时 他怎么去跟严青标 去那个求饶 有没有 严大哥拜托啦 怎么样 就说我必须讲 其实讲到周玉寇 我自己本身非常感慨 因为周玉寇当过我的主管 因为有一次 我在那个媒体上 跟他吵起来 那他就在讲说 我当主人的时候 你还不够是个小记者 你知道很多人就讲说 你周玉寇以老卖老 可是事实上 这个是事实 就说当时 我在刚出道的时候 周玉寇确实是我的长官 那那个时候 我都觉得说 这个长官 当时跑了很多的大新闻 我们那时候还觉得说 有为者亦若是 我们应该要像他一样 可是后来 我觉得他实在 做太多的事情 让我都后来都觉得 我曾经跟他同事过 我曾经作为他的部署 事实上我到现在都觉得 非常非常丢脸 因为你怎么会有一个 媒体人像他这样 信口开河 抹黑造谣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我现在能想到的案例 我刚刚才讲说 你看像中天 包含中天 包含这个望董 蔡衣明 那个望董 还有言清彪 对不对 还有当时的马英九 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也在说 在马英九选举的时候 说这马英九拿了顶薪十亿 他不讲十亿 那时候很多人觉得 你竟然能够讲到 连那个数字都会讲出来 你总是应该有所本的 最后法院一直不停的 让他去找他所有的 你的到底是 你的消息来源为何 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 所以他那个也在败数 还有当年那时候 他也在讲那个连战 这个我忘了在讲连战什么事情 好像是类似洗钱的事件 好像瑞士有房子啊 瑞士有房子 跟温森一起 对对对 瑞士有房子 那时候后来他也在 那个报纸 那个那时候就是 半版的道歉启示广告 所以我跟你讲 台湾没有一个媒体人 像周玉寇有这么多的 劣迹斑斑 庆竹难输的事情 而且都是法院认证 我若说错周玉寇 你可以给他告我 我一点都不怕 这个讲到这个 我可以讲一下 2020年当时 当时就是周玉寇 在讲这段事情的时候 他那时候 虽然我已经离开中天 但毕竟过去 也曾经在那边工作过 他就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时候 中间不是派了 这个现在已经离职的 这个文乐去采访他 在周玉寇的这个主持 广播节目的这个大楼 然后去采访他 结果呢他就当 他又是以老卖脑那一套吧 说你们小记者怎么样 把他教训了一顿 教训了一顿 然后呢还什么 把这个影片PO上来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那时候看了 我就觉得说 你根本就胡扯 而且我最讨厌这种 以老卖脑的这种人 所以我就去留言 我就留言说 周玉寇你造谣抹黑 败诉一大堆 你才是新闻之耻 我就这样留言 留在他的那个脸书下面 只要过不久 我发现我的脸书 我这个留言不见了 然后我甚至点不进 周玉寇的这个Facebook 你被封锁了 我被封锁了 我被封锁了 然后再过一阵子呢 我就收到了这个大安分局 给我一张传票 一张传票 就是叫我去道案 说我这个妨害名誉 然后我去问了之后 就是周玉寇因为这段话来告我 然后告我 然后呢我就去了 然后跟大家叫占守则 你就上网去查 讲周玉寇造谣抹黑 就是我那句话 造谣抹黑败诉一大堆 跟新闻之耻 前面这一段是40面 是40面 很好辩护 你就只要去列印 所有的资料出来就可以了 像包括像刚刚宏威姐讲的 那现在多了一个可以列印的 对2004年什么跟温申一起说 连站在海外有房子啊 然后后来还有跟郭台铭的官司啊 什么三亿男啊 然后呢对 然后还有一大堆 马英九的顶星案 一大堆列出来 我记得那时候全部印出来 都有这么厚 所以你就真的印了这些资料去举证 就这么厚 然后就这么厚 然后后面那一句新闻知识是评论 评论基本上你只要前面 你能举得出你有所本评论这件事情 大概就不会被告 大概就告不成 所以呢 所以我那时候就去到大安分局 然后那个警察原本还就是 就是跟我自视的问了说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留言啊 你留什么东西什么 讲完之后 他说哦好那就这样子啊 你为什么要补充的 然后我就把我那个资料碰拿出来 然后那远景就说 我就说来我要讲 然后呢一件一件2004年怎样讲 200几年怎样怎样怎样 一直讲讲 讲到后来那远景跟我说 哎你打慢 你讲慢一点 因为这个我们很多警察 那就是就是一指神弓 我就跟他说那不然我来打好了 我来打你坐旁边我来打 然后我就 他说不行不行不行 他就帮我继续上去 敲敲敲敲敲敲 就跟各位讲好不好 就是对付这种人 不要跟他客气啊 很多很多我们在政治界 或是媒体界的这个朋友 都不想要评论他 是因为他有 他觉得他好像 就好像你走在路上被狗咬了 难道你要去咬狗吗 你要回去咬那只狗吗 很多人是抱持这样心态 所以不理你而已好不好 不是说你很有道理 不是说大家都怕你好吗 然后我们一般民众 你就去呛他 他就真的是造谣抹黑 败诉一大堆啊 你就去列印出来 还是下次我们就做个懒人包 2000几年怎样 全部列出来之后 大家就自视的去他脸上 就他板状洗啊 你就直接做个懒人包 让大家下载 让他删不完啊 就去洗 到处去流啊 这都是事实啊 你就真的 你真的真的抹黑 败诉这么多次啊 然后你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就是新闻之耻啊 后来这个官司 我做完一次笔录之后 我就问那警察说 你还会再传吗 他说应该不会再传了 应该不会再传了 后来我就收到 我就收到他撤稿了 不起诉书 他直接撤稿了 就是这样啊 跟他客气什么 他就真的是这种人啊 就是每天在他面前 告诉他说 你就是这种人 不要忘记自己是谁 这样子对不对 也许也不能改变他 可是至少 至少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情 然后这个社会也不是 每个人都要向这种人低头啊 老力后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